Hello 大家好 我是Loka 上星期一就打風 出了一個最後晚餐的TEDPO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最後晚餐的編曲和這個譜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繼續練 今天也會跟大家多說一些關於SUS2的技巧 如果你沒有看的話就可以回到上一集 今天也會多說一些關於SUS2的技巧 特別是一些應用範疇和即興範疇 在一個調裡面我們仍然用C調來講 我們的1和4都可以用SUS2的 即是C和FUS2 我們上次講過 今天主要是想介紹一些樂句 給大家即興或者伴奏的時候用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這樣 它的音是1音2音5音3音 其中一個用途特別是一些圓結的時候可以用的 這個要記住 1、2、5、3 在FUS2也可以用這個句子 F1、2、5、3 這個就是第一個樂句 第二個樂句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的 從F開始 是3音5音5音9音1音 OK? 在C chord來說 在C chord來說就是3音3音5音2音1音 這兩個樂句在即興的時候就是十分之好用的 現在我就會彈一些即興的東西 希望大家去玩C chord的時候都可以用到這些句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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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是用剛剛的樂句去彈 大家其實都可以用這些樂句 配合其他和言去自由去創作 如果大家練習了一些東西 都可以上去IG 去Tag我 我可以去看看大家練習的成果 希望剛剛的資訊 可以幫到大家做一些即興的演奏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我們彈SUS2的時候 不只是一個Code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聲音 去做一些即興的彈奏 令到音樂更加豐富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更多的教學 都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Like這條影片 還有按那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